大家好,我是绿克,感谢你点开这期的开箱视频 那么这期呢,给大家开箱的就是字母哥的第一代签名球鞋Zoom Freak 1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鞋盒啊 可以说非常的有字母哥的特色 因为在这里就写着字母哥最有名的last name 那关于字母哥名字的读法呢,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只知道他前面读的是Yanis 那后面这个词呢,就请字母哥自己来读一下吧 whatever you got, just say,you know, it's Yansad Tsukumpo Yansad Tsukumpo 另外鞋盒的正面呢,由Nike给字母哥设计的标志GA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箱,看看这双鞋到底长什么样吧 整个鞋盒细看呢,也全部都是GA的标志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首先在鞋盒的上面 还有这个字母哥的另外一个logo 写的是34号,同时也是很像希腊国旗 毕竟字母哥号称希腊怪兽嘛 这就是我买的这双了 相信大家第一眼已经看到了鞋面的颜色 那么这个呢,就是这次我买的这双球鞋了 可以说是我做开箱视频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开箱篮球鞋 同时呢,这双也算是我第一次开箱一双一千块钱以下的球鞋 另外呢,这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原价购买球鞋的经历了 这双鞋的发售价是899元 我的入手价也是899元 看到它在货架上摆着 所以我就直接入手了 那这款球鞋呢,叫做Coming to America 灵感来源是字母哥非常喜欢的一部 由Eddie Murphy主演的美国喜剧片 影片的名字呢,就叫做Coming to America 可以看,这双鞋的鞋舌上有写这部电影的名字 这部电影呢,其实讲的是一个非洲王子去美国的故事 所以可以看整双球鞋真的非常非洲啊 我们先从鞋面来看吧 这个鞋面呢,可以看表面上是有一层黑纱 然后在黑纱的底部呢,是有这个爆纹啊,非常非常的骚气 另外在鞋面,这里有一个小的细节 就是这里有一个热压啊,保护你的脚趾 在鞋身侧面这里呢,就是字母哥这款球鞋最标志性的道沟了 同时也是用了这种金色纹路 看起来也可以说是非常非洲土著的感觉 另外刚才说的这个鞋舌这里呢 除了有这个电影的名字以外 整体的材质呢,也是这种反动物毛皮的感觉啊 毛茸茸的 另外我们看鞋跟这里呢 也是有这个字母哥的logo 非常像是希腊国旗 然后同时呢,也是拆开来看是34的意思 另外我们来看这双鞋的鞋底 这双鞋的鞋底呢,可以说的也有很多 简单来说,整个在前掌这一部分呢,用的是水晶底 另外后掌这一块也是 其他部分呢,就是这种橡胶材质 可以看在这儿呢,有一句话叫做 I am my father's legacy 感觉啊,真的字母哥也是一个非常讲究family的人 所以说这双呢,我真的觉得是近期发售这么多篮球鞋里面 最骚的一双了啊 低调中又透露着奢华 估计一穿上很多人就会奔着你的鞋去踩了 我买这双鞋的主要原因呢,是当时7月份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quivo,说唱歌手quivo 他举办了一个篮球赛 然后在那个比赛上呢,他穿的就是这双 不过小小的做了一些改动 比如说在侧面印象它的logo 这个黑人穿篮球鞋真的是太帅了 于是呢,我就被带货了 当时在sneakers上发售这双的时候 我还没有抢到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呢,这双鞋的配置太简单了 比如说前掌呢,没有气垫啊 后掌虽然配了双层的zoom 不过都非常的小,穿上也没有感觉 在这里呢,也没有抗扭片 那在这里我想说的呢 因为我并不是一个经常打篮球的人 毕竟时间上不允许 所以对篮球鞋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 那曾经呢,我也是买过顶配篮球鞋的人 比如说这双占十二 配置相当到位 不过穿了这么久 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磨损 就可以看出来我的运动量真的不是很大了 而且呢,穿上这种顶配的篮球鞋 也并不能做到说 每球都能投进 或者说能够帮助我直接扣篮 所以说我的观念呢 是与其花大价钱 买那么高配置的篮球鞋 不如省点钱 买一双凑合能穿的就可以了 更何况我觉得这双鞋 上脚真的还挺帅呢 低调中不失奢华 当然了 这也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小看法了 那这双鞋呢 刚才的配置我已经讲过了 另外有一点不是特别好的 就是这双鞋的耐磨 我看有的测评说 基本上这个水晶底的部分呢 打几次外场就会磨的比较厉害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选购这双球鞋 那么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呢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收藏还有订阅 以上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